因为它这个表面层次它会有凹度不平的 那也是第二条 那慢一点 慢一点它就会沉下去凹进去 所以这个线你看到没 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一跟绳子一样的去画 那就是白板的去画 那样画这东西就显得稍微概念化了 那我们再画这一层 这一层就是阴面 这边就是阳面 你看这边我有意的你看 稍微留了一点空白 所以这边我们相对要画深一点 那就是靠近结构线的地方 角度 那这个点就画实一点 画上去一根一根的线 水分不能太干 没有就是要湿润一点 画在这东西它才会有那种湿润感 就不会那种干巴巴的那种线条 第一边穿的时候不要太密 就是线与线之间要留点缝隙 留点白 靠近这个结构线的地方 这边是阳面 这边是阴面 这边是阳面 阳面一定要用下笔快一点 而且要留白淡一点 那这一层 我们等它稍微淡一点的时候 再加一遍 加深一点 然后按照这个道理 我们再把这边画出来 这个上下加深一点 就是下面要称有这个石头 下面有石头 靠近结构线的时候深一点 就重一点 下面慢一点 下面慢一点 它颜色会深一点 墨色也会沉下去 这种平面的 就是平的下笔 都是根据物体本身的那种结构来行比的 那这个一二三 那这一层不明显 你看 那我们把这一层加深一点 那就再加一层 墨色还是这么深 不要太 只是说稍微深一点 加一层它又变得更深一点 线与线之前不要太密 语言的这线稍微有点交叉 墨要调 一定要看这个笼带是不是合适 不要太深 太深就调大一点 等它干了一点 我们再加 这边再加深一点 原来的线不要完全平行 稍微有点交错 稍微有点交错 化学同时 它才会有那种质感 从这里面应该可以划深一点 那前面这个我们再加一遍 比如说凹的地方加一遍 待会看这个压式不对 就再调一下 你看这个线条都是交错的 就是不是平行的 我但画出来都是太大会用的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学领一幅画的时候 领别人的作品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懂 先要看懂原作的 它的用笔的 那种一些方法 一些规律 下次该深的一定要深 该深的一定要深 应仰怪深 能让通过它一点的绳势 就把它体现出来 等它干一点 我们再加深一点 就这样 让我们再 你看这个 当然它后面还有 我们就不换 它这里还有 这种录 它是个下面 下面是一个水流 这里面 这些纯件也是一样的 再深一些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